哈喽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这期视频是一期测试视频 我前两天在网上买了一个东西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是从广州发过来的 然后我在深圳这个快递之中发了4天 我有一个那个 我有一个iPhone 5s 但它这个屏幕裂了 之前摔坏了 然后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个 那种说是可以修复这个碎瓶的那种 一种液体胶吧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回来试一下 一会我试一下看看 到底真的能不能修复这个摔碎的瓶 给大家看一下它发过来的东西 里面是有一管这样的胶 这个胶是要填那个缝的好像是 然后还有一个这种 这种灯 紫光灯吧 这个是去胶的那个 那种水 用了一个一次性手套 我觉得应该用不上 里边有一张膜 有一张膜 这个膜刚才被我裁掉了 因为我刚才试了一下 然后有一个就是天膜必备的两个这个 这个清洁的 好我现在来试一下它这个胶 到底能不能修复这个屏幕 看看有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神奇 好现在我先把这个手机给擦一下 它这个里面连送一个擦东西的布都没有 哦对了它里面还送了一卷胶卷 这个胶卷它是让把这个什么麦克风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给贴上 免得它进胶 然后我要把它贴上算 其实我不想贴它 我也不能贴太长了 太长的话 嗯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那个什么 那个卡槽 也要把它贴上 免得都会进胶 嗯 然后就把它擦一下 按它的步骤来的话 先把它擦干净 擦干净之后 还要把胶给挤上去 挤上去之后 它要用刮板刮一下 哎呀刮板呢 在这里 刮一下 刮完之后我要贴 把这个膜给贴上 刚才这个我把它裁开了 这边没有那个纸 要把它扣开 嗯 贴完膜之后再刮一下 嗯 关完之后 好像是要需要 用这个灯 照15分钟 好15分钟 那现在这个还是很明显的这个 理论 对 理论 好了 现在已经差不多15分钟了 但是现在拿起来 从这个上面看的话 它这个裂痕 这是一条裂痕 还是很明显的 但不知道我把它给接掉之后 把胶给擦掉之后会不会好一些 我现在要把它给接掉 完成后续的部分 这边都是胶 把它转一下 把它给接掉 完蛋 感觉没卵用啊 现在这个很明显 这条裂缝 我把胶擦掉看看它会不会好一些 好像没什么用哎 但这个裂痕还是很明显的 我现在把胶都擦不干净了 现在把胶擦掉 用这个擦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条裂缝还是很明显的 一点用都没有感觉 反而比以前更明显了 因为它里面浸的胶 然后又有裂痕 大家可以看到完全没有卵用的胶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屏幕现在这个裂痕 依然的非常明显 我按照它那个步骤来弄完之后 感觉一点乱一样 感觉这个胶好像就是普通的那种胶 上面都是英文显得那么高大伤 等用完之后却一点保佑都没有 看来网上还是营销的比较好呀 一点用都没有 以后大家如果手机碎屏了 还是不要想这种方法吧 还是老老实实的换屏比较好 以后大家千万不要买这个东西了 一点卵用都没有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一下关注 或者下面评论 或者投币也行 点赞也可以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